1994年1月 我第一次来到大陆 那时的我很彷徨 那年我27岁 父亲突然过世 我来上海接管他的生意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已经是全国台企联会长 默然回首才发现当年的焦虑 不安和拼搏都是我人生的财富 如果父亲还在 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 我是全国台企联的会长李正宏 同时也是上海冠农发能 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我想一刚开始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利用大陆 然后去协助 当时台湾的公司 去承接国外的订单 但是随着我来接手了以后 其实我更着重了大陆市场的开发 如果我们公司当时还是困守在台湾的话 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那从我们第一个上海的办事处 然后也承接我们第一个订单 东方明珠 慢慢打响我们知名度以来 现在我们在全国各地已经有了将近有30个办事处了 我觉得公司的成长是依托不开 整个上海的繁荣 一托不开整个大陆经济往上腾飞的 可以说改革开放的红利呢 我们是参与者也是获得者 上海的发展应该是我们意料之中 但是也是我们意料之外 因为上海在一百多年前开户了以后 有着非常深厚的这种所谓的工业的实力 所以一旦改革开放的东风吹过来了以后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司机 不断地往国际大都市方向去迈开大步骤 意料之外是什么呢 就是说进步得太快了 我们公司是在郊区嘛 那边是一大片的农体 但随着城中心淡黄区不断地往外拓展 以及自贸区所带来的这种腾飞 使得上海的这个日新月异都让我们瞠目节省 闲暇的时候呢 我会邀三五好友呢吃台菜 怀念一下家乡的口味 比如说这一个肉羹啊 三杯鸡 樱花加米糕 都是非常经典的台菜 我是从上海市出发变成全国的会长了 所以在呢服务我们这些台包 台商的同时啊 我们也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 能够让台新朋友到这边来学习创业发展 同时呢也尽我们的全力啊 去促进更多的两岸的交流 不管是体育的文化的经贸的民间的 那希望能够为两岸日后的和平永续发展呢 尽我们最大的心力 27年前命运的多变半推半旧的将我待见了上海 多年后的今天 感谢这片沃土的滋养 让我成长茁壮 美丽而波澜壮过的上海 幸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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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